教育部还有通阳委屈的部会 及相关的教育团体都持续的 就整个在未来校园安全 还有相关的这些处理的机制 目前已经有多次的讨论 希望这些相关的措施 还有资源 能够学习到第一线的学校和老师 来维护学生的相关的安全 所以这边承诺寒假 后期后就会有更多 过去大家对于 有一些在有关校园安全 或住室事项这部分 能够再做一些更具体的 或是可以更可行的整理 因为这段时间 都是跟各相关的教育团体 密集的讨论 那么也全面性的在这上面 会来做一个解释 那么在新的时期 这个相关的注意事项 还有给学校的这些指引 就会来公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